有一个观点我经常说,现在也要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胡耀邦是人品最好的 经常有人把它说成是中国共产党的良性,我也认可这一点 尽管可以说他政治智慧不够,不够成熟老练 这个视频虽然说是速写,但是肯定连一个轮廓也不能勾勒出来 我还是只能说他几个片段 2015年的11月20号,是胡耀邦的100岁诞辰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特地出版了一套传记 胡耀邦厚厚的三大本将近1100页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似乎知道的人不多 前几天有朋友送来了这套书,我的第一个感觉是 能够由大陆的出版社出版这样一本 全面反映耀邦一生的巨著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且不论写的怎么样 封面上一张胡耀邦微笑着的黑白照片 手臂前身似乎在指着我问 你不为这本书说点什么 我没有在耀邦直接的领导下工作过 但是他的两位秘书和他手下的很多工作人员 都做过我的领导,有的还是直接领导 一个是刘崇文 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所工作时 他是我的组长 他曾经是胡耀邦的大秘书 后来担任团中央的办公厅主任 胡耀邦下台以后 特别向中央请求 调刘崇文到他身边去当政治秘书 为他撰写回忆录,整理文稿 刘崇文后来写过一篇 胡耀邦去世前半年的心态 这篇文章披露了很多显为人知的事情 另一个是高永 他后来担任了团中央的组织部长 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 他担任秘书长 也兼任过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社长 而我担任过副社长 从他们的身上 我可以间接感受到耀邦的品质 但是也许正因为胡耀邦的良性 为他力转成了挺难的一件事情 既要写出他革命家政治家的一面 又要写出他良性的一面 还是有点难的 因为其中有很多不兼容的成分 差不多十年前 我在哈佛大学去拜访傅高益 那时候他刚刚写完了 邓小平时代这本大作 他对我说下一本要写胡耀邦 而且他已经采访了一些人 包括胡德平 我当时给他泼了个冷水 我说胡耀邦比邓小平还难写 说句实在话 这套胡耀邦 基本囊括了耀邦一生的著作 写法有点像官方修史 我似乎能够嗅到我的老冬家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味道 但是作为研究药邦生平的重要资料 还是很有保存价值的 其中有一首药邦留下的遗诗 是他在临终前不久 写给老战友谈启龙的 这首诗写道 这首诗才回想了他几次受打击的情况 这倒是启发了我 因为我不可能对这套书 整体上写出一个合格的书评来 也不可能整体上来描述一下胡耀邦这个人 但是纵观耀邦的一生 可以截取几个片段 也就是说这几个片段就是 耀邦在革命生涯中 四次走卖城的经历 走卖城就是他倒霉了 这四次卖城对于耀邦有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我不想说因为种种磨难 耀邦就成为百毒不清的勇士了 他一次次跌倒 一次次爬起来 但是没有把握说他再也不跌倒了 当然从他1989年逝世那天起 他就永远站在人民的心里了 就不会再跌倒了 不只是耀邦 事实上很多人都有挫折的经历 都会从中吸取教训 减少下一次挫折的可能性 但是也有别的作用 很难说是进步或是退步 例如会更加谨慎 有的时候谨慎是考虑周全 有的时候谨慎却是胆怯 耀邦的第一次走卖城是他17岁的时候 别看只有17岁 他却是老革命了 他不满15岁就参加革命了 并且得到了不少领导大哥哥的器种 比如冯文斌 王首道等都很喜欢他 但是苏区的打AB团的火 烧到了胡耀邦的身上 所谓AB团 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 从1926年开始 很多抱着一枪热情参加红军的人 都被莫名其妙的打成了AB团 这些人有的被枪杀了 有的被驱打成招 还有的人就乱咬别人 胡耀邦不幸也被咬成了AB团的同伙 而他的一个老师很快就被处决了 要不要处决他成为讨论的一个问题了 幸亏他年纪小 又幸亏有冯文斌等领导对他的了解 总算是逃过一劫 但是在耀邦的晚年 每当和老战友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常常想起那些日子 想起等待被处决的难熬的时光 第二次走卖城是在文革前 那时候他在保留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位置的同时 到西北局工作 1964年被任命为西北局第三书记 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半年以后任命为西北局第二书记 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正式当起了一方祝侯 那时候的陕西和全国一样 大跃进和浮夸风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清楚 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贫困 更严重的是 以四亲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出现了很多的偏差 尤其是所谓的彭高习反党集团 就是因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 长期在西北工作又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于是就认为他们是反党集团 在陕西流毒很深 这样牵扯了很多干部 人人自危 胡耀邦是个急性子 这种情况使他忧心忡忡 他觉得只有抓紧时间拼命干 才对得起党中央的信任 这一拼命就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他向中央汇报陕西的情况 一方面他提出了三个暂停的意见 因为他认为对干部伤害过多 处理过重 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因此他提出 捕人暂停 双开暂停 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面上夺权暂停 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 据此 陕西省委和省政府 做了三个暂停的决定 不仅如此 耀邦还不断的讲话 来纠偏 他反对打人现象 反对逼宫信 也反对抓肢解问题 在抓生产方面 耀邦也有很多的举措 例如抓多种经营 反对投机导把 和农民的互通有无 混同起来 他还反对 揪住干部的男女 作风问题不放 他说 查什么男女关系 男女就是有关系嘛 青年正常恋爱 整人家那么低级趣味 我们反对的 只是道德败坏 但事实是没有搞清楚的 就不要主观臆测 从耀邦在陕西的雷厉风行 我们不难想到文革后 他在波澜反征中的 雷厉风行 人的思想和性格 是一脉相承的 1965年的2月 就在他到陕西工作 仅仅几个月以后 他亲笔起草了一篇 电话通讯 其中特别提到了 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其中三条是按照政策 减轻对干部的处罚的 最后一条是对 屡教不改的干部 从严处理的 没有想到的是 这四条给他惹了大麻烦 上级机关西北局提出了质疑 认为这样也许会引起翻案风 接着在西北局书记处的扩大会议上 耀邦受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 努力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工作中的瑕疵却被无限放大 其实不只是因为这四条 耀邦刚到陕西就不断的向中央汇报情况 不断的用新举措来推翻过去的老做法 确实违反了官场上的惯例了 耀邦尽管认错 写了4000字的检讨 但是也住进了医院 因为刺激和压力 使他身心俱疲 每夜失眠 大夫整顿他大脑神经过度紧张 和超常疲劳 听力和视力严重的衰退 肺部又出现了弃肿 属于突发性大脑蜘蛛网膜炎 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否则十分危险 后来叶吉英元帅到陕西视察军事工作 看到了他熟悉的耀邦病容满面 体重胜到了不到100斤 于是他仔细的了解情况 果断的把耀邦带回了北京 这也是违反常规的 按照叶帅事后的说法 他是救了耀邦一命 他也是冒了险的 因为当时他们并没有向中央请示 要把胡耀邦带回北京 胡耀邦在陕西200天 从开始的风风火火 到后来的煞雨而归 第三次走卖城 是很多官员在十年文革中都走过的 耀邦也不例外 他被打倒住进了牛棚 其实就在文革中 耀邦也有很多次机会 出来重新工作 例如党的九大他参加了 但是因为他很多事情想不通 没有能够和当时的权势人物走在同一条路上 所以他一直在复闲和哀整两种状态中熬着 一直到了1973年 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 叫他去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改革 这才从第三次卖城中走了出来 经历了三次走卖城的药邦 有很多经验教训是没有能够接受的 他没有畏首畏尾 谨小慎微的走路 照样大刀客服的工作 当然这也同样得罪人 照样犯错误 他第四次走卖城的故事 在中国几乎是无人不知的 但是人们不会因为他这次走卖城而轻看他 而是给予他更多的尊重 因为他在主持中科院工作时 在主持中组部中央党校的工作时 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任上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第四次走卖城 从形式上看是最温和的 没有被打成AB团时被处决的危险 没有在陕西时积劳成绩 又加上直接领导的不满 又遇到上纲上线的批判 也没有文化大革命中驻牛棚 受人格侮辱和生活虐待的境遇 他已经是党的总书记 名义上是党的最高领导了 但是我认为这第四次走卖城 他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 是四次卖城中最严重的一次打击 因为在文革之后 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后 在改革开放之后 要邦认为 作为一个成熟的党 不应该再有出现非常态手段 来解决思想上工作上的问题了 对他来说 这是一次思想的打击 在思想上打击一个思想者 这是最难接受的 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 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和打击 按道理 耀邦应该是一个坚不可摧的硬汉了 但他其实不是 或者说表面上看 他已经很坚强了 但是那块柔软的地方 反而越发柔软了 做一个真正的硬犯 不是走几次卖城 就可以做到的 在胡耀邦不当总书记以后 他向中央提出 希望把他在团中央时期的老秘书 后来做过团中央办公厅主任 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 刘少奇研究组的组长的 刘崇文 掉到身边 做他的政治秘书 帮助他整理资料 同时为他写回忆录做准备 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 刘春文是我在文献研究室工作时的老领导 是一个做事 认真 思得极好的人 耀邦去世以后 他常常讲起 耀邦身边工作的情况 后来写了很多的文章 其中一篇 耀邦去世半年 前半年的心态 细致入微的 记录了那一时期 他和耀邦接触的感觉 但是他跟我说 非常遗憾的一点是 胡耀邦那时候觉得时间还长 每次他提出来要整理资料 要准备录音 写回忆录的时候 胡耀邦总说 不急 还有时间 没想到他突然就去世了 那个时候 胡耀邦还没有从打击中恢复 他其实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结果呢 直到他突然去世 也没有开始回忆录的工作 耀邦经历了若干次的党内斗争 痛苦的回忆 已经渗透了到他的血脉里 所以 那个时候 他在家里说话 还是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尽管不提及 党内老同志的名字 提到陈云的名字 就用摸左耳朵来表示 提到邓小平 就摸右耳朵 有时候来了探望的客人 就要到洗手间去 开了抽水马桶来说话 他还是害怕 怕有人窃听 耀邦去世以后 人民日报发表了悼念文章 其中说到 耀邦是一个光明磊落 无私无味的人 耀邦夫人李昭表示不同意 他说 耀邦不是无味 他有味 所以他希望改成光明磊落 无私无愧 后来在江西共青城耀邦的墓地上 树了一块碑 就是耀邦 就是李昭写的这八个字 无私无味 变成了无私无愧 耀邦的四次走脉城 都是惊心动魄的 但是这里只是轻轻一笔带过 不是为了详述历史 而是为了从历史中 领悟更多的东西 对个人来说经历的打击和磨难 当然是一笔财富 而且是可以受用终身的财富 但是对于组织来说 对于在对待人的问题上 还是要有更多的细致 更多的提醒 和更多的宽容才对 正像邓小平在总结党内历次斗争后提出的 今后在党内政治生活中 原则上不再用错误路线 路线斗争的提法 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 就说是什么性质 犯了什么错误 就说是什么错误 讲它的内容 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当然 这不是取消党内斗争 而是使党内斗争在正确的原则指导下 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使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 最后还是要总结一句 要帮的卖城 其实不是他自己走的 而是组织上让他走的 组织上不是说不能走卖城 但是要在走卖城中汲取到经验教训 这样个人的苦难 党的挫折都可以转化为财富 这才是最难得的